欢迎来到花莲露诗咖啡欧洲庄园 可以跟你讲 哇 这个是早期的野餐车 我们进来了露诗咖啡欧洲庄园 当然 进来一杯咖啡还它的美味甜点 慢慢的来欣赏它咖啡厅里面的特色 咖啡厅里保留着欧式古式古乡的设备 我们到前面去看看非常梦幻的洗手间 在露诗咖啡厅里面 这里就是露诗咖啡厅里 非常梦幻的洗手间 户外感觉有欧洲风格氛围的咖啡厨 就是非常梦幻的童话屋 也是来露诗咖啡厅必来打卡的地点 来一会儿我们走过去看看 过去看看 这梦幻的童话屋里面是有什么呢 欢迎参观可爱的金灵屋 童话的梦幻小屋 旁边真的树洞 哇看一下 去看看 去看看 哇 好梦幻哦 好梦幻哦 你好 OK 哇 啊 据说梦幻金灵小屋 这里的一砖一瓦 全部从欧洲 用一二三标示 带过来这边重新建设的 谢谢 嗯哼 进去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民宿 但是如果你没有在这边住宿的话 就不可以进去 雪云城堡住宿区 在湿路咖啡厅里面 走到了尽头 转个弯 当下真的有一秒来到欧洲的味道 我发现上面有一只可爱的小猪 看到上面那只可爱的小猪 心里特别的激动又开心 1910年从英国运过来铸造的百年如同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后面是一个机房 都可以这么可爱 梦幻童话屋的侧面 这个有现重五人 童话屋的后门 出来后发现 这里是凤铃飞行场 小型的飞机 OK 我们准备离开这里了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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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